到了没有兄弟们 都不愿意去干活 就拿了这些过来 抵出处费 你们两个都好好干 一定好好干 我哥哥不会不带你们的 不要去 我不要跟过来干活 干嘛 上班哪里是看着这个行的 我都叫你这样 看好他们 这样也可以看得到啊 哪里有人这样子看的 我这样一看我都会随心这个东西 看到他们有动静的 放心好了 会把你看好的 你想不想要工资 你想要工资 那你就好好的站岗 这是救站岗 喂 干嘛呀 吼 吵到我玩手机了 谁说 谁叫你来这里睡的 没办法呀 我看这里空着床 我来睡了 我都说了 这床床是有问题的 那我没床睡了 你没床睡了吗 没得搞了 我都说这床床你不能睡 你是一个很好的小孩 那你睡着你干什么呢 等下搞成你也有问题起来了 你要好好的去上班 你不能躺平 你下机不要老乘家乘 每次玩完玩 炒得要死 好好躺着 这嘛 你干不干了 干了 干对吧 那等一下跟我去啊 哇 你这个人 这里你也能睡着 这躺得还蛮舒服的呀 哇 你也太高调了吧 我还高调 我还高调 做凳几个农睡 咋的你不高调呢 你高了吗 我高调 对对对对 是我高调 昨天安排三个人去上班 你那两个人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剩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 我高调 是我高调 那两个去哪里了 我哪知道啊 去到那里之后 然后就剩我一个 然后他们两个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跑错 跑错上班的地方了 还是干什么 我到了那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后面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你自己今天看就发工资了 你要赔赢给他赔赢 我还赔赢给他 我还帮他看人 我又不是助理要保安 你是把我的人都带走了 我还带走 我自己都回来了 我还带走他们 你是不是把他们藏起来了 我藏着 藏着垂垂啊我藏 你说要这样 干高公价低公价了 高公价了 干了几个小时 你不是说三个一天吗 高公价是16块钱一个小时 我记错了 那我干了三个人的活怎么说 你怎么干三个人的活 你干我你说你干三个人 你又不是会变三个人出来 哎呦呦 你现在搞这种是吧 你干了几个小时 干了11个小时 那这说洗一个不是可以了吗 来 还请拿三个人的活 我都不相信 赶紧看你的吗 就给你吃 洗一个小时 你的攻击176 吃了几个月小 吃了三个 吃了三个 请就你吃那么多了 就是他们不在了 你也把他们的月球也一起吃了 哎呦我还吃 我干的活多累啊 我不吃那些干不动啊 就是也把他们的那两块也一起吃了吗 肯定点啊 肯定点啊 三块 三块 66 66 66啊 三个怎么是66 33 嗯对呀 我还以为搞涨点工价就涨宵夜钱呢 想扣多一点 哎呦 那我又不是没读书 扣不了多少呢 那就几个373 嗯 线深深走1040针 加了个鸡腿 他加了个蛋 线20走120针 线5走1018 烤了瓶水 线10走1080 还干 今晚还干不干 今晚 今晚你能不能安排人多一点 那安排我一个人我肯定不干了 连活路都给我一个人搞 你就干你的活 你还管其他人干什么 我干我的活生在那里 那个主管他叫我帮忙 会去叫我帮忙去帮忙干啊 你以为啊 哦你这样真的是喜乐坏了 你今晚还干不干 你不用管这个 那 那干嘛干嘛干嘛 工资力108 几趟100 不亏2块给我啊 零头不放的 哎呦呦以前你都会亏2块给我的啊 以前是以前嘛 现在都不亏钱啊 那肯定啊 我都亏钱在这里的 我还亏给你的 想就不用想 没用 我能不能用 干嘛 过来 你想你想干什么 忙你 今晚干吗干 场面 不去 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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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干活的时候,赞什么没空吧? 我都说了,诸书费是不能限的 赶紧 有10块钱,然后有10块钱 哦,10块钱的诸书费,你给了10块钱 那欠10块钱不行吗? 不行,每天都你去干活啊 不行不行 赶紧 没用了,天天还扣工资 我过来拍工资怎么扣工资 是,你没有好下场 下个工资会 所以的,可以起来上班 你要干这个,干什么会了,你等一下 不会被淘汰,不会淘汰我家子多了 你想干什么 交给你起来上班啊 交了住宿费,怎么还要上班呢 啊,交了住宿费 没钱出了,赶紧 没有,赶紧 你那么多物的干什么的 干不干 你打我干嘛 我问你干不干啊 小辣子快起来,我去包摘一下 你干不干 不要去 不要去 他没 你这肯定不去啊 朱树费 你交李三三千 朱树费交过来 接收李三千 李三他是助理,不用交朱树费啊 开除他 开除他 你们李三就不用交朱树费 我们就要交朱树费 他是助理 他是助理 把他开除了,叫朱树费啊 没有 哎,你有没有 没有 现在就 得不得 不得 不得一下 帮助 进来 天天都吃到旁边 不跟你 你 干嘛 干嘛 干嘛干 干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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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干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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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不舒服 干不了一点 把助理费交过来 能不能 拖个两天 不能拖的 你敢办法刷那 你躺在这里 我也要收助理费啊 刻意没有钱啊 真的要收助理费 没钱呢,你只能休息啦 赶紧把助理费交给我 我不想待在这里 那我就想个办法 就 等到 押个东西 就 才一天两天 你押去押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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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傻呀 200多块钱的押的 你这样押给他 押的一天做出费 押的几天呢 你走他 你坐回信里的 我怕他吃飞呀 几乎一天就几乎你啦 五毛钱一条 他这个皮带要是真的的话 就是200多 今天去押一点啊 押一点的助手费啊 睡得那么想要干什么 今晚干不干 来 就去去吧 你们都不干活的 一个 拿手机 一个打皮带 我都不知道 你们来拿什么东西给我了 马上加码 马上加码来紧 你这个没用的 赚到了哟 这么好的手机压一天住宿费 这么好的皮带第一天住宿费 走啊 去哪里啊 干我啊 去哪里 干我 干我 干我是不是不可能了 干我这也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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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愿意去干我 就拿了这些过来 抵住宿费 想着拿过来抵啊 你们两个都好好干 一定好好干 我哥哥会不带你们的 不要去 不要跟过来干我 干我 干